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止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继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等你和你的家人都已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ello Della大家好 春節過後,香港或以前的老人家很喜歡給家人、小朋友吃勤菜 寓意勤勤力勤 但我相信勤菜不只是勤力的問題 也在身體健康上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看到在香港很多果汁店 也看到有勤菜的主要成分在這裡 袁先生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勤菜這個食物有什麼好處 雖然網上有很多資料流傳出來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勤菜汁的二十大好處在哪裡 相信大家在香港喝的勤菜汁 在很多果汁店差不多是主要成分 通常勤菜的人都是和其他 例如紅蘿蔔、勤菜、蘋果、加少許檸檬等 最常見的 但你知不知道勤菜汁本身對功效是很驚人的 至少要對頭髮、皮膚和整體健康 這方面是有二十大好處的 第一個好處是 原來勤菜汁可以預防和處理癌症 原來裡面至少有百種抗癌物質 在光合作用裡面 它可以防止我們身體癌細胞的基因的破壞 所以在我們很多所謂的生肌飲食 抗癌的株殖裡面 勤菜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第二個好處是 它可以幫助我們舒緩和處理食道的問題 大家喝勤菜汁 第一個感覺是很清涼的感覺 很明顯它是一種有消炎的效果 很多腸道的問題 譬如腸隙的問題 嚴重的抗癌 甚至腸癌也好 這個可以說 勤菜汁是幫助我們清洗 還有勤菜裡面的新鮮疏 有很多酵素 酵素會幫助我們消化 或者將身體不好的細胞 全重用酵素消化清 酵素也幫助我們身體刺激 我們鹽酸 提供我們消化的能力 所以在處理 我們長為不適 有些人 第一件事不要忘記 可以炸一杯勤菜汁 第三個好處就是 它跟我們的皮膚補充水分 你知道勤菜裡面最主要的成分是水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五是水的 有些人進行蔬果飲食的人 發現他不需要喝很多水 因為本身的梳素裡面 尤其是勤菜汁的水分是很高的 所以這個 令到我們身體的水分 會更加補充 所以很多美容裡面 很強調皮膚要補濕 水沒有濕 因為它一乾掉之後 它就會潮 所以能夠令到身體裡面 那個細胞的水分充足 令到我們皮膚是光澤平滑的 一個主要的方法 第四個勤菜的好處就是 是幫我們避免皮膚的受損 還有很多皮膚的問題 除了我曾經說 那個勤菜汁水分很充足 幫你身體補水 在勤菜裡面有很多抗氧化 什麼抗氧化呢 其實抗氧化 其實很多是游泥機清洗的垃圾 這些游泥機是會破壞 令到我們身體的細胞老化 這些抗氧化的成分 首先將這些游泥機清洗了 然後本身的水分 將這些破壞的抗氧化 游泥機的死屍 清洗走 帶來我們的身體 第五個好處 它是我們加強我們的骨 骨抗氧化的力度 你知道了 你看看那些勤菜 那條很長長直直 很硬的 好像我們的骨 那隻腳 手腕的骨 長長直直 那主要呢 它是有很高成分的鈣和直 這個直 我們經常叫我們植物的硬度 是靠直 那當然呢 鈣和直是會我們 維修我們的骨落 還有維他命K 那這些呢 都是幫助我們 在那個預防我們骨折鬆疏 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主要成分 來的 大陸呢 芹菜呢 是可以幫你減肥 那你看到很多人減肥 女士呢 就喜歡帶些什麼 帶些芹菜條啊 對不對 那來就咬咬咬咬 那當然呢 芹菜本身那個卡路里低 那還有呢 你就這樣咬 吃那些芹菜呢 那很多纖維的 那很容易飽的 那所以呢 很多人都懂得 吃芹菜啦 或者芹菜汁呢 是幫助我們 你是減肥的工具來的 好了 第七呢 它是幫助我們那個 濕眠的問題 那美呢 那個芹菜呢 它有很多成分就是美 還有有些的 那些叫做香薰油 那美呢 是令到我們的身體 神經可以舒緩它的 所以令到我們那個人 是容易入睡很多的 好了 第八 芹菜汁呢 是可以令到我們 保持我們的皮膚呢 是青春的 那為什麼可以做這個效果呢 那我們知道呢 原來呢 芹菜里面有幾種維他命 特別豐富 比如維他命A 維他命B C K 還有Niacin 維他命B2 那還有呢 就是葉酸 那這些呢 全部呢 是可以幫我們維修 我們那個皮膚的破壞的 那還有呢 這些維他命呢 可以增進我們身體的骨膠原 是要彈性的那個料 那所以呢 是可以令到我們呢 是保持我們那個皮膚呢 是延輕化的 那 第八呢 芹菜汁呢 是可以呢 是可以呢 是淨化我們那個 血管的流腸 那原來呢 它有一種成份呢 叫做Cumarine 那大家聽過Cumarine呢 有時候都可能記得呢 這些是現在 西藥的一種叫做薄血藥呢 其實是這種成份的 那 那 這個 那 的成份呢 是可以幫助我們 提升我們身體的那些白血球 的活動 那 還有呢 它也有很多 所以除了維他命A C 鐵質味 之外呢 我們身體 很多時候的問題 是出自什麼呢 出自很多那些 所謂那些 毛肌炎 我們身體的污染呢 都是我們那個 垃圾食物 很多的叫做 inorganic salt 那些毛肌炎的 那 這個 那個芹菜呢 是可以清洗 我們血液裡面 這些毛肌炎的問題的 那 其實呢 可以 令到我們身體呢 那個 皮膚呢 是更加光雜 更加光雜 那 那 主要就是因為它有 鈣啊 甲啊 尾啊 還有膝 這些呢 都是令到我們 令到我們身體呢 是更加活化呢 是令到它 就是 維持那個皮膚的光澤的 所以你看到呢 芹菜呢 是很多時候呢 強調呢 都是跟我們的皮膚啊 那個 那個頭髮呢 是很大的幫助的 第十一 芹菜汁呢 是可以幫我們 減低我們身體的 所謂 膽固性 尤其是所謂 壞的膽固性 原因呢 就是芹菜汁呢 是可以促進我們身體的膽質 的分泌 還有呢 有一種叫做 Steroid Acid 是那個 膽固醇的酸呢 那這些呢 都是會幫我們 減低我們身體的 那個膽固醇的 好了 在研究發現呢 其實呢 兩條芹菜 這麼簡單而已 應該可以把我們 那個膽固醇呢 減低七個單位 是 第十二 它那個排毒的機制很強 主要是 它本身呢 水分高 是 第二呢 減性 那這些減性的 的芹菜汁呢 可以 保護我們身體健康的細胞 以及平衡我們身體的 我們必需要的 這些礦物鹽的水平 減低我們 心臟病的風險 以及 是保護我們 骨質的濃度 還有呢 減低鹽症 加強我們身體的 免疫能力呢 是令到我們身體呢 整體呢 能夠保持 一個 健康的體重的 那它 它芹菜汁裡面的 有兩種很重要的 元素呢 就是辣 和甲 那這兩種呢 都可以說是一種 虛水軟來的 虛水作用的 那也都可以幫助我們 減低呢 我們身體的 鈣的沉澱 那這些就是 它們的一種 所謂一種 整體的排毒的工具來的 那第十三呢 就是那個 令到我們的 我們的頭髮 更加健康 那當然呢 本身的水分高 可以減低我們那個 那個頭皮的問題 那還有維他命A 大家知道 維他命A 對皮膚很好 維他命A 是滋養我們那個 皮膚的毛囊 那些營養的 所以呢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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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方面呢 是令到我們的皮膚 是更加 那個毛髮呢 是更加健康的 那第十四呢 那個 那個芹菜汁呢 是幫我們維持 我們的酸鹹平衡 其實很少的食物 好像芹菜汁那樣呢 是令到我們的酸鹹平衡 維持得這麼穩定的 嗯 我們知道呢 文明人的食物呢 經常都是 通常酸化我們的體質的 是的 那芹菜汁呢 在這方面呢 是維持酸鹹呢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 好了 第十五呢 就是它的抗炎的作用 那原來芹菜裡面 有兩種很重要的成分 第一就叫做 Polyacetylene 第二就是Luteolin 這兩種的物質呢 是發現呢 是一個很強的消炎的作用 大家都明白呢 身體所有的毛病呢 都是一種發炎的過程 某個程度上都是發炎過程 那在研究裡面呢 發現呢 Luteolin呢 這種物質呢 如果我們在那個 處理那個 譬如是腦瀟的細胞 它有一種的鹽的指標 叫Cytocline 是可以呢 降低這些Cytocline 那個鹽的指標呢 是90% 嗯 只是那個芹菜裡面 一種成分 Luteolin 那第十六呢 它的那個 芹菜汁呢 是有什麼呢 是可以減低 我們身體的蓋化 嗯 你知道呢 如果身體裡面 有蓋化的問題 就會出現什麼呢 那個腎石 膽石 尿道 膀石 嗯 所以呢 如果大家遇到這類的問題呢 要減低那個身體的蓋化的問題呢 就大量有這些的芹菜汁 可以避免身體蓋化這個問題的 那第十七呢 就是 芹菜汁呢 是一種抗衰老的功效的 但是大家都明白的啦 那些人怎樣衰老 最容易看到什麼呢 皮膚啦 皮膚啦 皮膚是失了光澤啦 沒有了彈性啦 沒有了水分啦 還有什麼呢 甩下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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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考慮一下 任何東西可以令到你的皮膚更加光澤 更加柔軟的那個毛髮 更加美的 它是代表什麼? 這個人不要那麼老 老化就是慢慢皮膚乾 頭髮痠 頭髮乾汗 所以芹菜在這方面 除了維他命A之外 有很多其他成分 是有絕對抗衰老的作用的 第十八 芹菜汁當然是一個 很好的補充水分的作用 整體來說 剛才所說芹菜汁 百分之九十五是水分 而且這些是很高質素的水分 可以令到我們身體細胞的水分 可以保持得更加好的 所以在我們的夏天 在暑夜的夏天 我們出汗水得多 如果喝果汁 除了喝基本的水 芹菜汁是一個最好的 補水的食物 芹菜是可以處理 一個很常困擾人的皮膚問題 就是青春豆 有時候青春豆不是年輕的 可以說是青春豆的殺手 芹菜汁是青春豆的殺手 不但可以預防你身體的皮膚 不要把所有油粒和油脂 吐菌出青春豆 還有青春豆 圍下來的那些汁 都可以幫你很快清理它 所以如果大家年輕人 如果任何人士 遇到青春豆的問題 就是記住大量喝芹菜汁 最後芹菜汁 是對現在很多人出現的毛病 就是糖尿 尤其是煮的二型糖尿 很多人都知道 有糖尿病的人 就不能餓 因為血糖不穩定 但也不能夠吃一些澱粉質的東西 很多時候會習慣吃芹菜 或者咬芹菜條 芹菜裏面有一種叫做 flavonoid這種物質 是一種幫助我們的糖分 但還有減低我們的血糖 還有其實它有一個維他命K 本身發現可以增加我們身體的細胞 對胰島素的敏感度 還有加強我們身體 胰島素的生存代謝的過程 其中有一個研究發現 如果我們有增加維他命K 對胰島素的需求大大改善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芹菜有很多健康的好處 由便宜 很容易買得到 還有營養價值非常之高 還有本身是加努力 是一個很低的食物 袁先生你一口氣 就介紹了芹菜汁的二十大好處 聽上去都令人很振奮 這個芹菜本身其實 原來它真的這麼方便 價錢又不貴 其實炸了汁出來的味道都可口 原來除了我們一般 剛才聽到 對於我們的皮膚 我們的頭髮 我們的骨質方面 還有它可以整體健康 亦都可以預防癌症 亦都是人都想要的 一個體重控制的 那個的因物 年輕化 抗衰老 這麼多的功效之下 其實這個芹菜汁 是不是在我們的健康食物裡面 佔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在這裡呢 是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因為香港芹菜 到一年四季 隨時隨便都買得到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聽完了金剛才的節目之後 大家呢 除了一些中國人的古老 古老的言語 吃芹菜 令到那些人去勤力一點之外 其實原來有這麼多的好處 所以今天一會兒做完節目 我都去喝一杯芹菜汁 好 謝謝袁醫生今天幫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好 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感謝大家收聽 拜拜